哈嘍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Igoos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說到 連稱極管制服 打算推翻這個奇襄宮 周莊王11年的冬天 奇襄宮準備出城打獵 這連非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趕緊派人通知這公孫無知 而這公孫無知知道之後 則是派人心夜送信 給這連稱以及管制服 連稱告訴管制服 太好了 大事可成了 我們趁著奇襄宮出城 將這都城給攻下來 管制服則是告訴他說 主公與外國的關係不錯 若是主公逃往外國 請他們出兵相助 那我們就危險了 我建議是這樣 我們先埋伏 然後找人刺殺他 最後 再讓這公孫無知幾位 這樣才萬無一失啊 你覺得管制服想的 真的是萬無一失嗎 但不管怎麼說 管制服想的呢 可是比衛國的公子職 及公子蟹多了一點 計劃擬定好之後呢 兩人準備動手 那士兵呢 大家討厭這個好戰荒淫 又沒有信用的主攻 所以呢 大部分的士兵呢 是樂意的 與這連稱級管制服呢 一起造反的 終於 來到了打獵的這天了 齊襄宮叫人放火呢 把這樹林呢給燒了起來 把這動物呢 快趕出來 接著 叫這士兵們呢 一起上前去獵殺這些動物 突然之間 衝出了一個 長得跟牛一樣大的豬 哇 大家一看到 哇怎麼那麼大的豬啊 大家拼命的用箭射它 那這頭豬呢 卻像是不要命的 直接朝著齊襄宮來衝了過來 齊襄宮呢 馬上叫他身邊的心腹孟陽 他告訴孟陽說 欸 這頭豬交給你 你有辦法嗎 這孟陽呢 拉起了弓箭 瞪著這頭大豬 突然之間 他驚訝的大叫道 豬公 這不是豬啊 這個是彭森將軍啊 齊襄宮一聽到彭森 他大聲呵斥 彭森 你還敢來見我 結果呢 他馬上搶了孟陽手中的箭 朝著大豬連發三箭 齊襄宮不知道是太緊張 還是太害怕了 就這麼近的距離呢 他連射三箭 結果呢 都沒射中 這頭大豬呢 走到他的面前 舉起了雙腳 像人一樣的走了過來 然後呢 發出巨大的聲音 不知道算是叫聲呢 還是哭聲 這聲音呢 非常的哀怨 這齊襄宮呢 被嚇得呢 當場呢 疊下了車子 還疊上了他的左腳 不過說也奇怪哦 這個豬呢 並沒有攻擊他耶 只是把他一隻鞋子呢 給咬走了 之後 這個豬呢 就快速的逃走了 消失在眾人的眼前 之後 這齊襄宮呢 在另外一位心腹 圖人背 與隨從人員的摻扶下 才回到了車上 齊襄宮 因為身體很不舒服 於是下令 算了 結束今天打獵吧 我要回到刑館了 回去之後呢 因為他剛剛跌下車扭傷了腳 哇 這腳痛得他睡不著 他叫這個孟陽呢 扶他下床走幾步看看 看看這腳傷 到底怎麼樣了 才正準備下床呢 他就發現 哎呦 怎麼鞋子少了一隻啊 他大聲地叫 圖人背 你把這鞋子給拿來 這圖人背一進來就說 報告主公 你的鞋子被那隻大豬給叼走了 這齊襄宮呢 被這頭豬已經弄得心情超差的 正是有氣無觸發 現在又聽到圖人背這樣回答 他火大地罵這圖人背說 這混賬東西 你負責照顧我 我的鞋子掉了 你為什麼不早說啊 接著呢 他拿起這皮鞭猛抽這個圖人背 把他的背後呢 打得皮開肉戰 血流滿地啊 之後 他把這圖人背給趕了出去 圖人背才剛剛出門 就撞見了準備行刺 齊襄公的連稱啊 連稱一看圖人背 一把馬上抓起來 問他說 圖人背 這無道的昏君在哪 圖人背說 齊襄公在他自己的寢室還沒睡了 這連稱正準備一刀 殺著齊襄公的心腹 圖人背跟他說 老為命吧 我可以幫你先進去看看主公的狀況啊 連稱說 怎麼可能 你是主公的心腹 你要幫我 你不要害我就好了 說完 這刀子一揮 就當這刀子呢 快到圖人背的脖子之前 圖人背接著說 等等等等 你看我背上的血 連稱一看 欸 怎麼你衣服被我都沾滿了血啊 脫下一看 哇 這圖人背的背後呢 被打得怎麼樣 皮開肉戰啊 圖人背接著說 剛剛這個昏君啊 無端痛打我一頓 我也想報仇啊 連稱一看 這傷痕不是假的 沒辦法這麼快來騙人吧 於是 他便相信了圖人背 說 好 我就放你回去當內印吧 而這圖人背呢 再次回到齊香宮的寝室之外 他剛好撞見了十字芬爐 十字芬爐問他 欸 主公不是趕你出去 你又來幹嘛 圖人背趕緊跟他說明說 我剛剛遇到連稱 連稱說要造反啊 十字芬爐一聽 哇 大驚失色 趕緊帶著圖人背 進去接著齊香宮 並且說明著狀況 齊香宮受了傷 要跑也跑不快啊 加上附近能用的護衛不多 哇 這下把他嚇得面如白紙啊 什麼是面如白紙啊 就是嚇得他臉上都沒血色啊 臉整個白了一片 那齊香宮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啊 這圖人背告訴他 主公來不及了 現在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找個人假扮你 讓他睡在主公的床上 主公你啊 則是躲在後面不要出來 現在天色昏暗 要是運氣好的話 嚴重他們這幫壞蛋呢 可能會因為天色太暗看不清楚 我們或許有機會可以拼過他們 讓他們誤以為是把你給殺了 只能這樣拼一拼啊 主公 再跑到孟陽說 主公 就照圖人背說的吧 事不宜遲 你趕快躲起來吧 接著 孟陽穿上齊香宮的衣服 代替他倒在這床上 齊香宮問圖人背 那你呢 圖人背說 我剛剛騙人稱說我要做內印 他不會提防我的 我等一下衝出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 把這帶頭連城給殺了 主公你多好就是了 氣香宮看著他問他說 圖人背 你的背還痛嗎 圖人背告訴他說 別擔心啊 我死都不怕了 這點背傷不算什麼的 說完了 這圖人背與十字憤怒衝了出去 這連城呢 已經殺進來了 另外 為了謹慎 他派管制府派兵 將這巡宮團團給圍住 以防齊香宮給脫逃 圖人背看到連城走了過來 他馬上衝向前 二話不說 直接拿出短刀刺向這連城 但萬萬沒想到 這連城身上穿著厚重的盔甲 這刀根本刺不進去 連城一看圖人背這動作呢 立即將手中的劍擋了下來 當場呢 就把圖人背的兩隻手指呢 給切斷了 之後 他就將手中的劍一揮 直接斬殺這圖人背 十字分怒呢 舉起了手中長矛來戰 但是呢 才跟這連城打到十數為何 就因為天色太暗了 他看不清楚呢 腳下有這石頭 結果呢 被這石頭給絆倒 連城一看 好機會 馬上衝了上去呢 捕他一件 送他上路 這連城呢 接著衝進寝室 看到床上躺著一個人 他立刻一進回去 這個人呢 當場就伸手異觸了 連城心裡想 欸 不對啊 剛剛圖人背說 主公尚未休息 怎麼可能這麼快就熟睡了 他叫人說 欸 去拿火把過來 他把火把拿過來之後 仔細檢查 這一看才發現 欸 不對啊 這個人也太年輕了吧 沒有鬍子啊 並不是主公啊 糟糕 主公去哪裡了 於是呢 叫人仔細搜查這警示 但是 大家呢 找了很久 都沒發現這奇襄公 正當大家準備離開的時候 連城發現了 欸 怎麼有一隻鞋子 在這櫃子後面啊 哦 原來這櫃子後面 可以藏人嗎 他把這櫃子推開一看 看到這奇襄公呢 嚇得縮在那裡 他把這奇襄公呢 拎到了院子 直直細細的敘述他的罪狀之後呢 最後 他一幫魯環公報仇為名 將這奇襄公呢 砍成了好幾段 殺了奇襄公之後呢 連城管治府引領大軍呢 攻進奇國的首都 在城中的公尊無知呢 立即派兵打開城門 這奇國首都呢 可以說是在完全不被摧毀之力下 被兩人給拿下來了 接著呢 他謊稱是接受奇襄公的命令 這奇襄公呢 其實就是奇襄公的爸爸 推取這公尊無知呢 為新任的主公 這公尊無知即位呢 除了大臣高熙 假裝稱病不來 其他上朝的群存呢 都害怕連城的軍隊 哪敢多說什麼 而這之前呢 與公尊無知呢 因為搶路 害他被扁了這個擁柄 見到這新軍即位啊 趕緊上前向公尊無知致見 公尊無知呢 為了顯示自己的度量寬大 所以呢 他並沒有責怪這個擁柄 並且呢 張貼出告示 希望能招募閒城 有人向他推薦啊 聽說這管仲很有能力耶 於是 公尊無知呢 就特地派人呢 去請這個管仲 其實管仲的本來的名字呢 叫做管仪無 這個仲呢 是他的字 我們這邊呢 先岔開話題一下 先講講管仲這個人啊 因為管仲這個人呢 非常的有名 他年輕的時候呢 他與他好朋友 豹鼠牙呢 一起做生意 賺了錢呢 結果在分利潤的時候呢 管仲呢 多拿了一點 大家都對豹鼠牙說 欸這樣不對啊 管仲這個人也太小人 太貪財了吧 一點都不講道義 沒想到呢 這豹鼠牙卻說 沒這事啊 因為我知道呢 管仲家裡的經濟狀況呢 比較差 他需要多一點的錢 是我同意這樣分給他的 另外呢 每次打仗 管仲都是躲在後面 而回國的時候呢 反而是跑在最前面 大家都說 管仲這個人呢 是個膽小鬼 但豹鼠牙呢 卻幫著管仲說話 他說 管仲有個年賣的母親 他要是暫死 他母親誰來照顧啊 他是因為孝順 所以才愛惜生命 而不是因為貪生怕死啊 對於豹鼠牙屢屢維護管仲 大家並不以為難 大家對豹鼠牙說 你這樣幫他說好話 可是每次管仲與你討論事情的時候 他總是故意跟你唱反調啊 而且最可笑的是什麼 每次呢 到最後呢 常常證明呢 你是對的 他是錯的 像這樣的人 你幹嘛還要跟他交往啊 豹鼠牙則是說 每個人都有际遇的問題啊 我知道 管仲呢 是個治國的奇才 只可惜 他的運氣一直不好 要是有朝一日 他有機會能為國效力 我相信 他所說出的話 一定是萬無一失的 管仲從別人那裡 聽到豹鼠牙 對他自己的評價後 非常感叹地說 哎呀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豹鼠牙也 這句話意思就是 生下我的人 是我的父母 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 卻是豹鼠牙 就這樣 兩人最後成了生死之交 而他們兩個故事呢 也成為了成語故事 管暴之交 典故的由來 那我們再接著說吧 在齊江公還沒有死之前 還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 叫做公子鳩 二兒子 叫做公子小白 兩位呢 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都到了要找老師學習的年紀了 管仲呢 跑來跟暴鼠牙說 我看齊江公這兩個兒子呢 將來都很有機會繼承爵位 要不這樣 我們各選一人 去當他們老師 將來不管誰即位呢 我們都可以互相推薦對方 暴鼠牙一想 欸 有道理啊 既然可以兩邊壓寶 那就沒有必要冒著險去壓一邊嘛 於是 管仲出任公子鳩的老師 而暴鼠牙呢 則是成了公子小白的老師 這齊江公呢 爆發了亂人的事情之後呢 暴鼠牙禁一隻公子小白 去勸勸他的父親吧 這齊江公一聽到呢 公子小白說他亂人 還要勸他 氣著拿著鞋子丟著公子小白 他說你別以為你讀了幾天書 你就可以來教訓你老爸了 說著 把這小白給趕了出去 暴鼠牙告訴小白說 唉 你父親欣慰不減啊 將來恐怕會遭遇橫禍 我建議你呢 先到其他國家避一避 免得將來被牽連到了 這公子小白問著暴鼠牙 那我們要去哪一個國家躲避呢 暴鼠牙說 不要去大國 大的國家呢 喜怒無常 心意難測 將來要是有機會送你回國 搞不好還要勒索你一番呢 我建議 我們去小的國家 像是你的娘家舉國 因為她小 她就不敢對你不禮貌 也不敢勒索你 而且一旦有事的話 這舉國到齊國呢 不用一天 我們可以立即回國 比較有機動性 公子小白聽完之後覺得 嗯 這話有道理 所以呢 她就跟著暴鼠牙躲到這舉國 這齊鄉公雖然知道了 她也沒去理會她 那我們再回頭說 這公孫無知去請這個什麼 管仲啊 公孫無知篡位之後呢 特別派人來請這管仲 管仲一聽到 哈 這公孫無知要找他出去做官 他心裡想 公孫無知 你刀子都已經夾他脖子上 還沒感覺嗎 你還要找我去 這不是害人嗎 腦袋不清楚才會答應他咧 之後呢 他與這個少夫呢 共同討論 將這公子舊呢 送到他的娘家 也就是魯國 隔年春天二月 公孫無知即位的元年 大臣們呢 都互相來祝賀 但是呢 看到連稱率領的軍隊在旁邊呢 大家都有被威脅的感覺 心中難免不舒服 雍丙呢 非常厲害 他察覺到大臣們這些細微的反應 他走上前說 禀報主公 我呢 有個朋友從魯國來 聽他說 魯國準備幫這公子舊出兵攻打我奇果啊 請問 還有誰聽過這個消息呢 聽到這雍丙說我朋友說 讓我想到一件事啊 因為這個有人說 聽說 最常常呢 就是人家用來放話的開場白 因為是聽說嘛 所以他不用負責 但是呢 又說的好像真有其事 更厲害的放話的方法是說什麼 他呢 真的會說出一個人名 但是你沒辦法求證 比方說我同事說的啊 我同事的姐姐說 我以前同學說 所以呢 要辨別人家是不是在放話呢 很重要的是怎麼樣 要去求證 或是針對這個話呢 進行說話的動機 以及內容合理性的分析 好 我們先回來說這故事吧 大家都沒聽過雍丙說的消息啊 於是 雍丙的一副就當作是馬路消息 不值得探討一樣 接下來 也不討論這個話題了 但是下潮之後呢 一堆大臣呢 都跑去雍丙他就問他 嘿嘿 你早上說的事是真的嗎 雍丙回答說 是真的不是真的又怎麼樣呢 東郭牙率先發難 嘿 若是真的就好了 這宣君呢 雖然無道 但是 他的小孩沒罪啊 我希望他的小孩呢 能順利回來主持國事 在場的大臣呢 一一附和 雍丙一看這狀況呢 知道 嗯 原來大家跟他想的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才敢把心裡的話給說出來 那說啊 我早上是故意這樣說的 就是希望把大家給引過來 告訴大家我的計畫 以及如何將這公子揪呢 引回齊國 並且殺著公孫無知 連稱 還有這幫篡位的惡徒 東郭牙還聽到這話 你眼睛一亮 你有辦法 用領接著說 高孫呢 高孫呢 是我七國的重臣 自從公孫無知上任以後呢 他並稱病不吵 連稱這幫兇惡的歹徒呢 一直希望能得到高大人支持 來穩固他們在國內的意味 都是高大人願意親自邀請連稱等人 我猜這連稱跟管治府呢 高興都來不及了 他們一定不會設防 會趕緊去赴約的 一旦這連稱跟管治府被架開 這個時候 我們再派人假裝告訴這公孫無知說 有公子揪出兵的消息 這公孫無知啊 頭腦簡單 功夫又差 只要派出去了 當面行車他 他已經躲不掉了 一旦這公孫無知一死 我們可以用生活來做暗號 把這承門一關 接著再設法殺了這個連稱 及管治府這些惡徒 這件事也就一如反掌了 東郭亞說 高興雖然飢餓如愁 但是要他自扁身價去請這兩人吃飯 恐怕不容易啊 嗯 不過沒關係 這件事讓我去跟他說說看吧 我想他一定會答應的 果然 高興聽完東郭亞話之後呢 二話不說 答應他請求 他派人去請連稱跟管治府到他家中 他告訴這兩個人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之前因為生病在家一直沒有上朝 現在身體稍微好了些 想說呢 請兩位到我家吃頓飯 另外呢 我也想請兩位 有機會的話呢 好好照顧我的後人 一切呢 見面再聊 果然 連稱跟管治府一看到高興的邀約 哇 高興的完全不假思索啊 完全沒想過這是個陷阱啊 心裡想的是 啊 這公孫屋這位置終於可以坐穩了 於是呢 兩人開心的到了高溪的家中 見了面之後大家互相寒暄 接著 高溪請家裡的仆人 向著大門緊閉 告訴仆人 我今天呢 只招待這兩位貴客 我們要不醉不貴 其他人 我一概不見 私底下呢 則是告訴下面的人 有任何訊息都不要來通報 直到你們看到 城中起火了 才通知我知道嗎 另外一頭呢 用你按照計劃 去向公孫屋子報告 他告訴公孫屋子說 報告主公 公子鳩以魯軍 正前往西國 沒多久就到了啊 主公 我們要趕緊討論運隊的方案啊 公孫屋子聽完這個話之後呢 告訴這用領說 那國舅跟連稱在哪呢 用領回答他說 連稱跟管制府去高溪家裡吃飯了 還沒回來 接著用領說 主公啊 大使們都在大殿上等你啊 這件事需要與你討論 並且需要你的決定啊 事不宜遲啊 趕快先出去吧 公孫屋子想想 嗯 也對啊 這事情都已經火燒眉毛了 於是呢 與雍臨一同前往大殿 討論事情 才剛到這大殿之上 沒想到 群臣一擁而上 當場 加他們刺殺 公孫屋子呢 從他篡位到他死掉了 也才不過一個多月 就結束了他短暫的 齊國國軍的生命啊 而連稱的妹妹 連夫人一聽到 哇 大臣殺了公孫屋子 他害怕的呢 也怎麼樣 怕這些大臣來殺他 結果自己 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雍臨殺了公孫屋子後呢 立即怎麼樣 按照計劃 點起這個火 這個火呢 又大又急 直衝雲霄啊 高熙的家臣一看到 哇 城中熄火了 趕快的通知高熙說 高大人 聽說外面失火啦 高熙聽到這話 立刻走向內 連稱跟管制府覺得很怪 欸 怎麼會這樣 外面失火應該是去外面看啊 怎麼往裡面走呢 正準備上前問這高熙呢 沒想到呢 在一旁 突然間有許多士兵 一湧而上 將這連稱級管制府怎麼樣 砍成樹段 而兩人的隨行人員呢 也很倒楣 不依性命 全部被殺了 接著呢 擁領率領著眾大臣們 來見高熙 大家拿著連稱級管制府呢 的人頭來作為祭品 重新將這齊鄉公路店 另外 經過討論 大家一致決定 趕緊派人前往魯國 去請這公子鳩回國即位 魯國這邊呢 魯莊公一聽到 齊國要來迎接公子鳩 他非常開心 他立刻準備呢 要將這公子鳩送回這個齊國 但這時呢 在一旁的師伯卻說 主公 齊國在我魯國的旁邊 要是齊國強 則我魯國則會變弱 若是齊國弱呢 則我魯國則會變強 我覺得這件事不用急 我們可以先觀察一下 不過這到底該不該送這公子鳩回國 這問題真是讓魯莊公傷透腦筋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大臣師伯禁他不要 但他的母親文江 也就是這齊相公妹妹 卻來找他了 他問這魯莊公 欸 你知道公孫無知殺了你舅舅啊 現在齊國的大臣們已經幫你報仇了 人家派人來迎接公子鳩 你為什麼要處男啊 我跟你說 你馬上派人送這公子鳩回國 你知道嗎 這魯莊公一想 唉唷 大臣就建議不要送他回去 那你又來這樣逼我 但是魯莊呢 一直跟他講說 不行 一定要幫你這個舅舅報仇 趕快送這公子鳩回去吧 那管仲當然也在這群人隨行的隊伍之間 所謂人無遠利必有盡憂啊 雖然公子鳩有擄過這三百勝的冰車輔送回國 但是管仲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繼承人啊 就是公子小白 而這公子小白人在舉國 不是他也知道公孫無知被殺的消息呢 這公子小白從舉國回到齊國路上 只有一天的路程啊 他是很有可能 在最短的時間趕回到齊國的 為了確保這公子鳩的安全即位呢 所以他決定了 必須先阻止這公子小白回國 於是管仲向著魯莊公說明原委 並且借了快馬以及冰車三十勝 全去阻止這公子小白 果然 公子小白一聽到公孫無知被殺 隨即找來報索牙討論 報索牙告訴他 我們隱忍多日就是等待這個時候了 於是呢 兩人向舉國國軍 學了兵車一百勝 趕回這個齊國 管仲連夜催趕人馬 來到這集末 打聽舉國大軍 哈? 沒想到舉國大軍剛剛通過此地 已經往齊國了 管仲也不敢休息 趕緊催出人馬 立即前往去追這公子小白 還好 在走了三十里之後呢 終於看到舉國士兵了 管仲上去見著這公子小白說 請問公子 你帶那麼多軍隊要去哪 公子小白說 我聽到我父親死了 回國奔上 怎麼了 管仲接著說 公子就是長子 按道理呢 處理傷事都是由長子負責的 這件事公子就會好好處理的 你呢 可以先回去好好休息 不用特別舟車勞頓跑這一趟 這包薯牙是很直白的人 他看這兩人講話就像隔靴的搔癢一樣 在那邊高來高去他實在受不了 於是他直接上前對管仲說 我們兩個都希望自己的主公成為國軍 現在我們各位齊主 你也不用勸了 我們是不會捨反的 先回去吧 包薯牙說這話說的很堅決 加上旁邊舉國士兵各個橫眉素眼 管仲心裡想 哇 這要打起來沒勝算 於是呢 管仲假裝接受了包薯牙的建議 轉身離開了 管仲一離開呢 包薯牙這邊呢 大家才放下了戒備 但萬萬沒想到 就在這個時候呢 管仲突然之間回頭 關攻打箭瞄準這公子小白 咻 一箭射了過來 這箭呢 鄭重公子小白的要害 小白啊 大聲一叫 口吐鮮血 就倒在車上 在他們爆薯牙 趕機衝傷前 而一旁公子小白的水蟲呢 邊哭邊喊叫道 不好啦 不好啦 快來人快來人救主公啊 管仲趁亂呢 駕著馬 飛奔逃離現場 雖然有些距離 他實在看不清楚 公子小白是不是真的死了 但是他很自信自己的建法 加上看到旁邊的人哭得呼天搶地的 不像演戲 他心裡想 這公子小白 必定命上於此啊 唉 這公子鮮真是有福之人啊 該他即位成為齊國的國軍啊 回去之後 管仲向公子鮮 激怒莊公報告此次 大家聽完之後心情大好啊 這唯一的絆腳石都铲除了 那麼就可以安心前往齊國 不用急著趕路了 這公子小白就這麼死了嗎 唉 有時候天意 還真的不是我們能猜到的 這管仲的劍法雖然神準 但他萬萬沒想到 這劍呢 雖然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要害 不過呢 剛好公子小白身上呢 有一個金屬的代勾 而這劍呢 正好不偏不倚呢 射到這代勾上面 公子小白呢 知道管仲是個神射手 他把管仲呢 再補他一件 所以靈機應變 當場咬破舌頭一點點 讓這嘴巴裡面流出鮮血 而在一旁的水桶哪裡知道啊 看到公子小白嘴巴流出起來 大家嚇得要死 當場呼天強地啊 因為真的以為他出事啊 誰會想到公子小白有這一手啊 等到管仲走遠之後呢 這公子小白才敢起身跟大家說 沒事沒事啊我沒事 哇這公子小白眼鏡驚人啊 連這爆鼠牙都被他騙過了 不過這爆鼠牙等他情緒穩定下來之後 告訴公子小白說 管仲是個謹慎的人 我擔心管仲可能還會再回來 於是他建議公子小白呢更換服裝 然後大家呢 用最快的速度怎麼樣 趕回齊國 來到了齊國之後呢 爆鼠牙先請公子小白在城外等候 他自己呢 則是親自進城 準備來說服重大城 讓他們同意公子小白回國 怎麼會這樣呢 大家原先是打算請公子揪回來了 結果怎麼會是公子小白先到了呢 這爆鼠牙要用什麼方式來說服重大城呢 還是重大城根本不會讓公子小白回國呢 這個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了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咚咚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訂閱以及分享哦 當然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